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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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就觉得甘甜 你从来不会有一个人这么说的 对不对 你会说孔老夫子 我一想到你心就觉得甘甜吗 那你说那是闻的 我是喜欢舞的 你会说关公 我一想到你心就觉得甘甜吗 历史上没有一个人 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感触 但是我们的神 又真又活的神 祂用永远的爱爱我们 祂用永不离弃的同在 复辟我们 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恩典 我想我们不久前 才刚刚大家说Happy New Year 现在已经到一月底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然后每天世界上都有事情发生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有许多的事情发生 但是怎么样子 让我们在这个地上 这么有限的年日里面 人就活这么一趟 我怎么样子能够活出意义 活出价值 活得我自己都不遗憾 这是我们的挑战 所以你们有很多 在做很多年轻人 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 你们就有这样子的醒悟 跟看法 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会很不一样 那今年刚开头的这一段时间 我说我会讲一个系列 短短的系列的讲道 叫做在基督里的返徒归真 我希望能够至少讲到八堂到十堂 但是我看看我的schedule 大概不太容易讲到那么多 在基督里的返徒归真 这句话里面提醒我们 返徒归真就是除掉一切的装甲 外面的修饰 外面的掩藏 而能够很真实地be true 而能够把真实 纯真的那一面 把它表达出来 拿掉面具 拿掉虚假 拿掉装饰 拿掉一大堆 我们不敢让人知道的 那我们能够be true to God be true to ourself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真实 我对我自己也要真实 这是返徒归真的第一步 但是我特别提到 在基督里的返徒归生 你be true 你可能还是走不出 你人生的困境 还是走不出个人的软弱 很多人甚至说 我就是软弱 他很笔触 但是这也不是我们要的 对不对 所以特别说到 在基督里的返徒归真 就是怎么样子 我们能够回到基督里 在新造里面 我们能够活出 神造我们那个最伟大的 最该有的情形 这是讲到 在基督里的返徒归真 那么我头五堂 都会用神或是基督 所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作为我的主题 上次我说过了 神或基督问我们问题 都不是随随便便的问题 不是那种很肤浅的 问完也不想听的 神问我们的每一个问题 都是有很深的意义在背后 为了教育我们 为了提升我们 为了改变我们 同样的 这些问题 都是你我必须自己回答的 请大家注意 你一定要自己回答 而且要很认真的回答 你千万不要在 听我讲道的时候 为你的太太听 为你的先生听 为你的岳父岳母听 或是为你的同工听 要为自己听 我们才有盼望 才有救 当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主人面前 被主归正 被主提升 被主扩大的时候 我们个人家庭教会 要蒙更大的福 这是我里面一个 非常非常深的盼望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要讲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再来思想 主耶稣问的 你们要什么 两个礼拜以前 我曾经问过了 人类历史上 神问人类的第一个问题 还记得吗 你在哪里 好 那我现在这个问题 就在问 Where are you Where you have been 过去两个礼拜 你在哪里 你说我在这 在那 好 那个不是我要问的 我就是要问你 到底跟神的关系 有没有改变 到底我们有没有 听了信息以后 我们真正的在乎 感谢神的同在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 那样子觉得不配 宇宙这么伟大的主宰 天和天上的天不够他住 他居然愿意跟我同在 他居然降悲 住在我的心中 这么伟大的救恩 过去两个礼拜 弟兄姊妹你经历了多少 如果听得到两个礼拜 我还是没有改变 白听的 弟兄姊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 我们没有用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 调和 人非有信 他就不可能得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 他就没有办法经历到 神是 神在 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 没有一个人听完 就过去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这一段时间 礼拜五 要用信息做回馈 因为我们就是要逃避 只有听到 却不能行到 只有心愿 却没有实际 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今年整年 全教会 包括网络上 听这个信息的 我们都在主人面前 真的是要来就来 真的 我不甘心 再回去从前的生活 我不甘心 还是在停留在 原有的状况 我一定要有突破 我一定要有长进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一起盼望的 不光是我听的 我讲言 我每次为了 这些信息祷告 我心里面都有 说不出来的负担 也是让神来光照我 当我们在这里讲 你在哪里的时候 主也常常问我说 我到底是不是 一个这么珍惜 神同在的人 同样的 今天我们要问 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新约里面 也许是新约中 耶稣基督 问的第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在约旦河边 耶稣受洗以后 施行约翰说 看哪神的羔羊 然后有两个门徒 就起来跟随他 就在他们 要跟随耶稣的时候 耶稣回头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这段经文 我们都很熟了 我想 我们还是读一下 好吧 再次日 约翰同两个门徒 站在那里 我们一起来读 他见耶稣行走 就说 看哪 这是神的羔羊 如果你希望对整个故事 能够有更详细的了解 回到就把前后文读一读 在这里 耶稣问了当时 这两个想要跟随他的门徒 一个问题 你们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弟兄姊妹 我要特别请弟兄姊妹注意 这两个问题 绝对不是指对那两个门徒 约翰和安德烈 决定不是指针对他们 是对所有的基督徒 而且原谅我说 如果今天我们在座 还有福音朋友 没信耶稣的 这个也是人类的救助 对人类所发出的问题 到底你要什么 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在这里检视 我人生的目标 我人生的价值 到底是什么 2006年 我跟于师母到澳洲去的时候 我们在墨尔本 有一个青年营 我那时候问了他们三个问题 我想听我姊妹 可能都记得我们讲过 这三个问题 不是指对年轻人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都已经快到70岁的人 我都还需要常常提醒我 到底这三个问题 我会怎么回答他 神要的不是标准答案 神要的是这true answer 就是我真正里面的答案 第一个 到底什么是我人生的标杆 到底什么是我人活着的目的 对我姊妹 如果你不能够 马上就回答我 不能够马上用几句话 两三句话 三四句话就回答的话 表示你根本没有人生的标杆 你可能只有人生暂时的一个目标 我现在来读书 我希望拿到博士 我现在来矽谷找工作 我希望找到一个好工作 这不过是你人生的一个小战 就是了 我现在要问的是 你整个人生 你活着的目的 你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写过 我请你这两天 越快越好 跪到主人面前 求主光照 求主说 这个东西可能会提升 可能会成长 可能会改变 但是只会越变越好 这是我们每一个都要面对的 别人一问你 你就能够回答 真的 当然你不要说 余丁 你现在是什么 我当然可以告诉你 这是我希望大家都去想 第二个 你所定的目标 它是否有永恒的价值 它是否合乎神的旨意 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 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永远长存 所以我刚才讲的 这些都是人生的目标 人的确该有目标 但是我说的是 你人生永恒的目标 跟你真正的价值 到底是什么 而这个目标 是不是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很多的目标都是暂时的 很多的目标 过一阵子 你自己都后悔的 第三个问题 你现在是否全力以赴的 为着你人生的目标而活着 如果它真的是这么重要 真的有永恒价值 你一定全心全力地 为着这个目标活 你可以为之生 可以为之死 绝对不会平平淡淡 说说谈谈 那个不过只是一个梦想 那个不过只是一个理论 所以一个真正的有目标 有意向的 他这个人一定是非常积极 而且全力以赴 所以有人曾经说过 一个没有目标的人生 一定是一个盲目 而且混乱的人生 所以我们需要有 第二个 他说如果没有一个崇高目标的人生 是一个不值得活的人生 这是等于回答到我刚才第二个问题 到底我们的目标 合不合乎神的旨意 有没有永恒的价值 第三个是我自己加的 如果你自己没有全力以赴的话 那它不过只是个口号 只是个梦想 一个真正的意向 我说过 它不仅吸引我们 它会真的根本就是drive你 它会控制你的生活 言行和侍奉 你一举一动 最平凡的生活 都跟这个永恒的目的和意向 是相连的 这是我们盼望得到的 这也是耶稣回头问他们说 你们跟着我 你到底想要什么 今天这么多人信耶稣 每一个人对基督都有不同的期望 但是耶稣要问这个问题 你跟着我 你是要我的祝福呢 还是你要我 所以A.B. Simpson有一首诗歌 Himself非常有名 对不对 我前所要的是祝福 今要主自己 前我要的是医治 今要的是全能者 听众姐妹 我们从前会要这个 要那个 那是难免 因为小孩 但是当成长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 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 不是只是要 只是得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 有一天懂得孝顺 能够懂得 可以跟我做朋友 可以跟我分享心事 可以进入我心里的负担 这是一个父母对孩子 一个很大的期望 那同样的 神跟我们之间 祂会施恩 祂会听我们祷告 祂会照着我们所求的 答应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一辈子 跟神的关系 都是得福的观念 弟兄姊妹 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的祷告 好像神没听了 为什么就已经出 这么多事情 为什么好像 饥饿连生的有事情 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 神不爱你 正是因为神爱你 祂不要你只活在眼见 活在今生 活在短暂 活在自我的感觉中 祂要你得到一些永恒的 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讲到 你们要什么 第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需要常常 很认真的来检视 我们人生的目标和价值 刚刚 Wishib Ting 已经听我们读了 马太福音16章26节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性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耶稣真的是高看我们 人若赚得全世界 有谁可以赚得全世界 Beargate 还是Amazon老板 还是Tesla老板 那他们全部加起来 也不是全世界 对不对 所以耶稣说 你如果能够赚到全世界 就算你可以赚到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性命 值得吗 更何况我们今天 不要说全世界了 我们连世界一点东西 我们都得不到 对不对 以前 我看了一个小记载说 在山里面抓猴子的人 他们有一个方法可以抓猴子 我不是抓猴子专家 我也没去Google去研究 我只是记得看过这么一个 他在这个山里面的树 树上面他们就挖一个洞 那个洞不能太大 那个猴子的小手可以进去的 挖了一个洞进去以后 就把它挖稍微深一点 然后他们就炒花生 炒的时候香得不得了 猴子都已经迫不及待了 炒完了以后 他们就把花生米丢到这个洞里面 然后他们就走开来 哇 那个猴子都跑过来 手就伸进去 抓 抓了以后就弯弯拉 然后出不来 对不对 拳头嘛 就出不来了 然后就活胆 赚得了你想要的 却赔上自己的性命 这是很好的例子 我以前也讲过Aaron很小的时候 他们两个很小 我们带他们到旧金山动物园 那时候Aaron大概才三四岁 给他们买Cornark 那个一个棒子 他吃了一口放在手上继续嚼的时候 一只海鸥 海鸟飞过来 一口就把他的那个抢去了 然后抢到旁边 咔哒咔哒的往下吞 那个棒子就卡在他喉咙里面 再也吞不下去 这个我们想去帮他 都没办法帮他 他赶快吓得跑走了 但是他是死定了 这是叫做鸟喂食王 对不对 贪嘛 要 但是你得到了 好像得到 其实你没得到 猴子好像抓到了 其实没抓到 你却排上了自己的性命 我想这几天 我们在Silicon Valley都知道 Silicon Valley发生的命案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traudity 其实我们看得心里很难过的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矽谷 年轻人 硅谷的 young couple 对不对 清华出来的学霸 成绩这么好 两个人都在Google 这么高薪 IT engineer 买房子 刚结婚 所有人羡慕 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 而到最后却发生了 这样子的悲剧 到底在要什么 到底在要什么 到底在真的是什么 当我们在这里 抓住一些东西的时候 只要他不是主 他一定带给我们劳苦愁烦 真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的 不值得 你就会觉得 我们在旁边会惋惜 报纸上 YouTube有很多分析的 我连看都不想看 因为那是各种理由 我们知道人的问题 出在哪里 当你没有永生 没有跟神 恢复正常关系的时候 整个世界 用各式各样 五花八门的东西 来吸引我们 而我们这个人 又是自私本性的人 所以我们在乎的都是 我的得着 我的感觉 我非不非重视 你们有没有 对我如何 我们在乎的都是这些 在乎自己的名 在乎自己的财 在乎自己的意见 在乎自己的performance 在乎自己的面子 在乎自己的脾气 我要发就是要发 可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 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看新闻而已 其实神借着所有的环境 都在对我们说话 不要把新闻说说听听 我们都应该从这些里面 得到警惕 得到教训 得到提醒 然后让我们能够 回到神的面前 要常常来检视 到底我人生的目标 和价值是什么 第二个 这个是我们一生之久 都需要面对的挑战 也是一个淘汰 所以圣经上说 一个人 我在这里列四节经文 虽然是很简单的经文 很熟的 但是其实每一节的经文 背后都有一个特殊的含义 有特殊的一个重点 让我们掌握的 第一个在这里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在这里等于是 为我们定义的 到底谁是我们的主 你会说 一定我哪里有主 我自己就是boss 我哪里有主 你照圣经上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侍奉自己的神 只是这个神 到底是不是 圣经上 所告诉我们的神 这个也是加密山上 以利亚 面对八百五十个假先知 面对那些 心怀恶意的众百姓 所面临的一场征战 那个征战的焦点 就是到底谁是神 以利亚说 如果巴黎是神 我们都应该去听巴黎的 如果耶和华是神 我们都当顺从耶和华 百姓众民一言不大 那是一个已经冷淡 良心麻痹 已经妥协的时代 不肯回答 弟兄姊妹 这是加密山上的征战 以利亚的名字 My God is Jehovah 我的神是真神 我的神是神 弟兄姊妹 我们这两天 今年特别讲说 Le God be God 就要让神 在我的心中 做宝座 要让神 在我的生活中 圣经上 各多西书 讲得清清楚楚 神的旨意 就是要叫基督 在凡事上举首位 那么到底 谁是我们的主 那么你说 这个主很难回答 那我就问你说 到底你最在乎的是谁 你到底最在乎的是谁 这里有两条路 它不可能同时走的 它是踏开来的 不同方向 一个是侍奉马门 侍奉巴黎 侍奉你自己 一个是侍奉神 你只能走一个 你不可能说 我往世界走 走马门 但是你说 主啊 我的心爱你 你是在乎人内心的 你骗自己 骗自己 然后你的经历 也会让你知道 你不可能又爱神 又爱马门 而能够心里喜乐 心里平安的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戏谷 打拼的时候 虽然我个人 只做了十二年 你们还是有人 没有做到十二年 我也经历 在戏谷生活的压力 挑战 酸甜苦辣都经过 但是我个人觉得 在我十二年的职场生活里面 神给我一个最大的拯救 跟释放 就是从一开始 我就认定了 他是我的大老板 我的神 是我的big boss 这件事情认定以后 你就发现在我的工作上 碰到压力 碰到困难 碰到解决不了的时候 碰到疲倦 碰到各种问题 我很容易能够靠着主解决 不管老板怎么威胁 不管这个project的压力多大 我自己知道我是属神的人 我是侍奉神 他是我的大老板 我专心讨他喜悦 我求他给我智慧 当我得到了从他面前来的平安 主不责备 主喜悦 我根本就不担心 我的明天会怎样 真的 所以很多人找工作 紧张得不得了 要去面台 吓得不敢吃饭 我常常就跟弟兄姊妹讲 我说退一步看 从神的角度看 地上哪一个公司 顾虑到神的儿女 那种认真 真正的基督徒 那是这个公司的福气 我们不是在世界讨一口饭吃 我们是尊贵的王子 君尊的祭司 神打发我到你这个公司来 你的公司要因我而蒙福 我们里面要有这样子的自信跟把握 因为神是我的大老板 家庭生活也一样 你这时候可以放那个图片 祖念师母在对香港很多parents 讲parenting的时候 也放了这个图 上面挂的是基督是我家之主 底下全家每一个member 都在争谁是老大 夫妻两个在吵 对不对 太太矮了一点放个板凳 然后旁边坐了一个小孩 也在大哭 也是要get attention 每一个人都想当boss 所以第一个问题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到底谁是你的主 我看过太多很爱主的 一节的婚 十八年 几乎隐退 停止成长或是几乎不成长 就为了孩子 等孩子上大学 我再来爱主 这个不是道理 这真的是遗憾 我看过好几个 不值得 弟兄姊妹 没有说你有孩子不能爱耶稣 没有说你有了孩子 你就不能够 你爱主就不能过到家 我的两个孩子也没有很差 对不对 我从小提了到处去聚会的 虽然他们不是那种顶尖的 但是我自己里面很得安慰 我至少知道他们爱主 他们活在主的面前 他们到今天还要活在主的面前 弟兄姊妹 我们到底在得什么 谁是我们的主 到底你在在乎的是什么 你手里想抓的到底是什么 常常抓到抓到最后 我不仅没得到 我反而因此丧了自己的生命 我在硅谷42年 我在硅谷42年 我认识的 知道的 听闻的 就是朋友的 50岁以前走掉的几十个人 是几十个人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我说的不值得是那些 为了工作打拼累累累 加班加班 连家都不要了 健康都不管了 更不要说连神都不要了 真的是很可惜 不值得 第二个 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儒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儒仆吗 这里帮我们定义了 什么叫做奴隶的生活 什么叫做儒仆 所以主不仅告诉我们 我们都有主人 而且我们都在这里顺服我们的主 他说岂不晓得 你们献上自己做儒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儒仆吗 我们可能钱财是我的主 马门 可能权力 地位 我非要当到VP不可 可能是学位 我从小就羡慕读博士 来到美国就定义好读完博士 回台湾跟杨老师 跟于师母结婚 做校园工作 但是神改变我的道路 读完授诗 神就不要我读了 那我过来 那我就过来 弟兄姊妹 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理想 可以了解 但是要让神做主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让他挟制我 凡是我都可行 总不受他挟制 这个关键 这个挟制 科技产品 我们说过 我们从来没有反对用手机 而是手机 如果成为你的主人 你被他奴隶了 那就糟了 我们也不反对你打倒video game 但是video game变成你的主人 你非得打不可 聚会也不聚了 读经也不读了 然后健康也不好了 跟太太 spouse时间也没有了 因为你就成立在video game上 弟兄姊妹 这是讲到你是他的奴隶 你没有自由 你没有自由 我们的负面情绪 也可能是我们的主人 情绪一来我失控 就跟我刚才讲的这对夫妻 对不对 这个丈夫一定是有个东西 有个愤怒 有个恨 有个苦毒在里面抓住她 让她居然挺不下手 可以把她的青梅竹马 指着活活打死 这个姊妹 你就知道有个东西抓住她 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一样 到底什么人际关系 今天超过了我跟主的关系 我新年特会讲到了 中国的五能 君臣父子 夫妇 兄弟 朋友 就是不敢讲神跟人 因为神跟人应该是第一位 他却不讲 没有一个人际关系 可以超过我们跟主的关系 你决定不会误会说 不要孝顺父母 不要爱孩子 不要兄友弟公 不要有朋友 No 你们应该不会误解我的意思 而是没有一个可以超过 当他有冲突的时候 我没有一个关系 可以超过我跟神的关系 因为我是属神的 今天地上所有的关系 是神的主权量给我的 让我在有生之年经过 去体验 但是他都是暂时的 有一天都要过去 我们要回归永恒 跟神的关系 是迟到永远 当然 做现金做太太的 很多人很紧张 以前于师母也问过我 你到天堂还认不认得我 到天堂我们是不是住一起 我说我跟神申请个宿舍 看他可不可以让我们住 让他安慰他 天上不嫁不娶了 那么到底还有没有这种关系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能够回答你 但是神最在乎的是 我们跟神的关系 因为我的生命从他而来 而且他爱 我们的爱是地上 没有一个爱可以相比 伟大的神 圣洁的神 既然为我这卑贱 渺小的罪人 实在是这家事 这个爱是人间里找不到的 不可能 第三个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这里讲到永恒的眼光和透视 我说每一节 它背后都有它一个重要的key 我们要找到 就是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跟透视 知道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情都要过去 我在借用了两个 上次我哥哥传福音的时候用过的 一个是冰雕 一个是沙丘 大家都还记得吗 你可以盖得这么漂亮的 这么漂亮的沙丘 但是你知道 它没有多久就不见了 海风吹来 海水来 都会把它打蛋 虽然它暂时得奖 这么多人夸奖 得了这么多的称谕 有这么好的成就感 有这么好的奖励 但是这些东西都要过去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要上进 我碰到这么多的神人里面 在公司里面有这么好的见证 太好了 真的 对不对 我们不是那种要到山里面去修行 要把自己关起来 要离世的 要逃脱这个世界的 神是让我们进到世界里面来 我们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地上有成果 感谢神 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捆绑 我知道它都是战士 我曾经讲过 我的大哥得到一个奖 是在他那个领域 New Korea Simulation里面 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奖 几百个科学家 挑挑挑挑挑 挑到最后只有六个 六个里面 有美国的 有法国的 有以色列的 德国的 大概有六个 他代表美国 他得到唯一的一个奖 但是得奖以后 两个礼拜 神呼召他 出来全时间 二话不说 得到爸爸的印证 他就辞掉工作了 所以我也很佩服他 公司想尽办法留他 说只要挂你名字 我照样给你钱 他都说不要 丢子妹 我们今天在世界 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知道 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 所以我不是酸葡萄 说人家都当了那个 你看我 还是开个小混打 人家都已经开那个车了 doesn't matter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知道我里面的 永恒的价值是什么 要有这样子永恒的眼光来看 所以以前 李托森弟兄在讲 不要爱世界的时候 他说这个世界和其上 有一天都要过去 这是一个将倒闭的银行 有没有人会把钱 存到将倒闭的银行 去年三月份 我们这里有个 Silicon Valley Bank 记得吧 三月十号宣告倒闭 多少人挤兑 然后三月十二号 接着又一个 我忘了那个叫什么了 这个三月十二号 是纽约的Signature Bank 然后到了五月一号 San Francisco 又有一个 The First Republic Bank 在疫情期间 从2020到现在 美国九家银行关闭 大家现在这个时候 一听到银行不行 马上把存款CD拿出来 开始去做研究 到底该转哪一家 然后一定都问说 有FDIC保证吗 我跟你说 FDIC有一天也要倒闭 虽然它1933年就成立了 有一天也会倒闭 因为这个世界都要过去 所以彼得告诉我们 我们所得着的是那 这个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有没有这个永恒的眼光 你每一天晚上睡觉前 地上的财主会去算 今天赚多少钱 我们有没有在这里算上看 我今天得了多少的基督 我有多少永恒的产业 今天进了我的账户 你不要用世俗观念看 这是属灵的观念 到底我有没有得到主 我有没有成长 我有没有不一样 这是永恒的眼光 最后第四个 这是一生之久都要面对的挑战和淘汰 它一生都会出现的 不是光那天耶稣问 其实这一句话 一辈子都在问我们 他一辈子都在问我们 等一下我会回头讲这句话 他说那一天 他们想吃五饼鳄鱼 耶稣不再给他们 吃饼得饱的这些群众 耶稣就跟他们讲了 耶稣自己才是天上降下来的真凉 他的肉是可吃的 他的血是可喝的 吃他肉 喝他血的就有永生在他里面 吃他肉和他血的就与主是联合的 弟兄姊妹这多伟大的恩典 主是把更好的给了他们 这些人说这话甚难 因为他们所在乎的是眼前的满足 是看得到的东西 是可以感受到的东西 你现在不能给我 就说这话甚难 谁能听呢 然后就来了这句话 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 不再和他同行 弟兄姊妹 今天一路上都会有这个东西 来淘汰我们 真的 可能当时 这些门徒们 他们从来 前一天 他们都还从来没有想到 有一天他们会退下去 等到第二天 听到耶稣讲这句话 他们退去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在人生的哪一段路 在你碰到哪一个人事物 或试探诱惑的时候 我们可能退去 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 保守我们 犹大的祷告 保守我们 藏在神的爱中 第四个 这边也讲到 犹大卖主 因为照着教会的进度 不久前 刚刚读《马太福音》 二十六章 虽然这个故事 都已经很熟了 当我那天 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心里面实在 有一个说不出来 说不出来的难过 跟痛苦 犹大跑去见 祭司长说 我把它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 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寻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我就觉得很难过 我不是为了犹大难过而已 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认为 我会跟犹大卖主 我不会像犹大 我不会卖主 我不可能为了这些钱 去卖了耶稣 但是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多少的事情 我不能够顺服主 我不肯让主居首位 我不把神当神 可能因为有一个 很好的工作 offer给我 加薪升官 我从此 我没有办法来聚会 我没有办法过 正常的教会生活 我就去了 你这个不是卖主吗 怎么可能地上的荣华富贵 会让你不要走主的道路 你还是可以走 但是你不能够取代主的地位 生了孩子就不要主了吗 我们用很多别的东西 来替代主 弟兄姊妹 虽然不是卖主 不是betray 但是一样叫主的心难过 难道我不值得 你多拿一个零 十倍的薪水吗 今天谁的薪水 我后面加个零 我看都跳起来了 对不对 难道耶稣 耶稣问我说 难道我不值得这些吗 我已经读到那个 我心里面真的很晒 而且他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找机会要来迈祝 你就不能想象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唱这些歌 讲到主是我们心里面 独一所爱 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是 在那个moment的一个渴慕 把这个渴慕带到生活里面去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当大卫打败非利斯人的时候 非利斯人弄了一个轨迹 把他们所有的偶像丢在地上 你要知道 外邦人的偶像 都是用金银宝石 很贵的东西做的 而且这些的偶像 背后都有撒旦的权势 他可能是生育之神 让你可以生孩子 他可能是财富之神 让你可以赢得财富 他可能是丰收之城 让你的土地 田产可以丰收 所以每一个背后 其实都attach 不是都attach的 一个仇敌的权势 跟钩子 鱼钩在后面 所以当非利斯人打败的时候 照理说 报个神像逃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相信 这是他们的诡计 把所有的神像丢在地上 要叫神的百姓捡起来 回去贪恋这些偶像 得罪神 让神来管教他们 大卫下令 把所有的偶像收集 弄火烧了 这种子妹 这是大卫伟大的地方 你说 这个偶像我才不会要了 我已经生了六个孩子了 不需要生育之神 那么生育之神 就不是你的偶像 可是你有六个孩子 家里面吃得不够好 教育不够好 你看到财富之神 你可能就倒了 所以 到底你们要什么 我说这是一辈子 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都会出现 现阶段也许没有 这些环境也许没有 但是也许有个环境 有个人事物 会把我们给掳去 把我们给打倒 你不要以为 你的婚姻没有问题 仇敌可以随时借着一个人 出现在你面前 把你的家给破坏了 我们一定要在主人面前 要非常非常的降悲 要很认真 因为我们心里所要的 就会充满我们的思想 就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跟行动 他早晚有一天会发出来 只要他在 早晚有一天出来 所以到底我们要什么 这是耶稣非常爱我们 他不是强人所难 他是提醒我们 我们是不是purely wholeheartedly 是不是很单纯的 很全心的爱耶稣 这是我们要被主调整过来的 第二个 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显明了 我们真实的追求 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对比 就是在诗篇十六篇第四节 第八节跟十一节 凡是以别的代替神的 他的愁苦必加征 然后如果你把神常摆在你面前 你便不是动摇 因此心欢喜 灵快乐 肉身安然居住 然后十一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就不是道理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 一个经历的写照 如果今天在你我的生活里面 你觉得你的劳苦愁返一直在增加 或是离不开 问题都不在外面 这些让你劳苦愁返的原因 问题常常都是出在我里面 用别的代替的主 所以大卫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用现代的话 用现代的诗歌说 主啊 有你够了 所以当我们讲不出这句话 说有你够了 那个让我讲不出这句话的原因 不管是人事物 我的情绪 我的自我 或是任何东西 你让我讲不出 主啊 有你够了 的那一个事情 就是你愁苦的原因 要借着祷告 带到主的面前来 如果是困难 求主帮助 如果是痛苦 求主安慰 如果是捆绑 求主释放 如果是我们的软弱 我们求主基督 真的基督的能力替代我们 让我能够靠着 那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要很勇敢 很真实地去面对 我里面的偶像 什么东西叫我祝福漏掉 什么东西叫我能力失去 什么东西叫我的喜乐 平安失去了 而劳苦愁烦却加征了 弟兄姊妹 这是自己要回答的 我再说 今天听到 要为自己听 所以以前我认识 这个弟兄在德州 他们跟我们说 拿到博士学位 Oral Test 跟指导教授们的 博士口试过了 大家都起来恭喜你 恭喜你Dr. Wang 听了一辈子 等了一辈子 终于有人叫我Dr. Wang 他说他兴奋地 跟老师谢谢玩的时候 转身就跑 要回家告诉太太 从五楼往下跑 五楼四楼 他没有摔死 你不要紧张 五楼四楼三楼 他说他才跑到三楼 还是二楼 那时候他脚步慢下来 他突然有一个 说不出来的虚空 在他里面 一辈子 十几年 忍耐 读书 用功 打拼 就为了这一生 这一生Dr. Wang 他突然有个 说不出来的虚空 后来感谢主 他后来得救了 我一个同事 在我们Silicon 那个时候 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 老板几乎都不加薪 每一个人都还扣薪的 减10% 20% 他那天 神气得不得了 跑到我办公室来 他说 你加多少 这就是人 我说你为什么 这么高兴 他说 老板给我6% 那个时候 几乎是不可能 经济那么糟 大家都减薪了 他freeze的时候 他6% 得意的不得了 第二天我碰到他 看他不快乐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听到某某人 居然7% 快乐只有一天 博士的喜乐 只有三层楼 我不是说地上的东西 不会给你满足 不会给你成就感 不会给你快乐 但是当你拿到这些的时候 你里面会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 另外一种的感受 难道我这个人的价值 就是这样子吗 所罗门我们都守 他赢得了天下所有的 他说论到吃喝快乐 谁可以比得上我所罗门 我的slide有 你没有放 我以前放过 所罗门赢得了天下 所有的东西 论智慧 论财富 论地位 论爱情 他以为有爱情 娶了一千个老婆 这是最笨的人 中国字早就说了 你要享受安息 屋顶下只有一个女的 他弄了一千个 你说这老苦愁烦 论到吃喝享用 谁能比我 所以下一个图 他说日光之下 都是虚空 所以今天我们任何的追求 再怎么比 比不上他 他给我们的劝告 这是放在圣经上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到了这把年纪了 不管你现在 如果这才十几岁 二十岁 都应该有一些经历 就是地上的水 你可以饮千井 可人不止 主耶稣说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渴 撒玛利亚妇人 想从丈夫身上 得到满足 得到快乐 得到依靠 换了五个丈夫 还是得不到 现在有的 不是她的丈夫 因为这个地上 不可能给 凡喝这水 还要再渴 喝我所赐的水 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要在她的腹中 称为全员 只永流到永生 这是基督徒的生命 真的希望 在座福音朋友 如果你还没信主 早点信耶稣 就是不一样的 底下我很快 讲几个不变的原则 今天时间不够多讲 但是这些原则 太重要 每一个我们都不能忽略 第一个 他说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下一节经文说到 岂不知以世俗为有的 就是以神为敌吗 所以凡是想要 以世俗为有的 就是以神为敌 所以神让我们 在这里看到 有一个Mutual Exclusive 这个数学里面 或是Logical里面 有一个叫做 互斥事件 我从台湾翻译 互斥 我不晓得你们 国内叫什么 就是它不能并存的 你不能说 我现在坐电梯 正在往上 也同时正在往下 不是你 电梯不是往上 就是往下 它带你往上 我是往下 它是一个Mutual Exclusive的事情 那你不能说 我爱世界 我同样爱父 这是圣经的话 你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 我们的心 有的是像一个海绵 你海绵如果已经装满了 脏水 污水 世界上的水 你来到神家 来到主的桌子面前 来到圣经面前 你就不容易再去吸收 新鲜的生命 爱和精力 因为满满的 你必须把它挤掉 你必须把它挤掉 你才可能在主人面前 继续领受 新鲜活泼的恩典 第二个 所以第一个是跟世界有关的 第二个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是与神为仇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悦 这又是一个非常 放诸四海皆准的 一个属灵原则 刚才讲的 我现在讲的所谓的属灵原则 就是它跨越时代 放诸四海皆准 你只要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 你不可能同时爱的 同样的 你活在肉体里面 你不要说不能得神的喜欢 你根本是以神为仇的 肉体就是我的自我 你活在旧赵 活在自我的里面 你什么都为自己 你不可能讨神喜悦 他说不能服律法 也是不能服 也根本没办法 因为你的心在自己 所以第三个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底下的经文应该很熟 顺着情欲撒种 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撒种 从圣灵收永生 前面一句话也应该很熟 神是轻漫不得的神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 这些都是属灵原则 所以至少这句话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很多人今天正在收 从前曾经种的 你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痛苦 有这么多的搅扰 别人为什么对你用这种态度 因为你从前曾经这么种过 你种的是埋怨 你就失去喜乐 天天埋怨你不会有喜乐的 你种的是自私 你就会发现你将来没有朋友 因为你太自私了 如果你种的是谎言 就没有人再要信任 你种的是苦毒 你收来的就是痛苦 因为你一直不肯饶恕 活在苦毒里面 同样的第二件事情要看的 就是你今天怎么种 就影响了你将来怎么收 所以我们还是要带着 积极盼望的态度 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 希望就是以过一切成为新的 我今天在基督里有新的态度 我有撒新的种 不一样的种 我现在种感恩 那我就得喜乐 我种和睦 我就得平安 我种爱 就得人的爱 我在这里种信心 我就享受应血 我在这里追求 我就享受我的成果 所以听众子妹 今天你要怎么收 在于你怎么种 今天要在新造里 在基督里不断地长大成熟 我们就要在基督里面 不断地杀种 所以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你不会说种的是豆子 收的西瓜 对不对 中国话说种豆得豆 种瓜得瓜 这个连世界上的人都懂 那基督徒更要懂 那弟兄姊妹 我说它是属灵的原则 属灵的定律 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去 against它 你顺着 照着主的话去做 这些原则成为我们终生的祝福 当你立着它去做 那你就继续吃苦 所以有人问我说 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个 遭遇那个 或是我为什么连爱主都没有 不想爱主 我说原谅我说 一方面苦头没吃够 你还在种这些 还是不肯悔改 这些管教苦头痛都不够 所以你还在继续 凭着旨意杀种 继续还是活在罪的里面 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是积极的 希望愿它吸引我 我就快跑得来跟随它 那么第三个 讲到圣经中 这些美好的榜样比比皆是 刚才这两个门徒 就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什么 你要不要想想看 假想你那天在那里 你会回答耶稣什么 可能很多人就会照着 我当时最需要的 我爸爸病了 你可不可以医治它 主啊我家里太穷了 你可不可以让我生活有点改善 主 我里面劳苦愁烦 没有平安 你可不可以把平安喜乐给我 这是我们很容易有的反应 这个我不能说你错 不是说错 但是这两个门徒的回答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回答 他们居然说 夫子你在哪里住 你在哪里住 我跟你说 耶稣在地上 人只连正手的 放头的地方都没有 吃得那么简单 跟随他的门徒还饿肚子 要去掐麦穗吃 他没有荣华富贵 没有加行美容 甚至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但是这两个人 却被耶稣的荣美 跟耶稣输不出来的气质 神儿子的荣美 吸引了他们 他们想跟耶稣多在一起 这就是他们的答案 他们羡慕 多跟着耶稣在一起 耶稣说你们要什么 他说夫子你在哪里住 他们去了 就跟了耶稣 弟兄姊妹 他们一辈子 这两个门徒都跟着他 你要知道不容易 不容易 这两个门徒的榜样 第二个保罗的榜样 我想我今天可能 没有空太去说他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 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我们的背诵经文 也说到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忘记背后奴隶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他说我要得着神 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 神要把基督做奖赏 所有追求得基督 所有追求要他得基督 从来不会空手而毁 所以这样子的人生 你不觉得太值得吗 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然后神又使万事互相效力 要叫我们得着基督 为了叫我们像耶稣 所以我可以用今生 来换永恒 我可以用我的卑贱 来换神的荣耀 我可以用旧照 换新照 我能够用我的老我 用我的肉体 来换基督 不再是我 乃是主 所以这是保罗的榜样 第三个玛利亚的榜样 主说 玛大玛大 你为许多的事 失虑烦恼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 像我们那天讲的 那个放大石头的事情 每一天早晨起来 先把最大的石头放进去 让我在乎主的同在 让我在乎得着那上好的 是不应该被夺去的 也要不甘心被夺去 你一整天一定有很多事情 要夺掉这个 夺掉你早上成根灵修的时候的 那种平安 那种喜乐 那种遇见神的 那种欢乐释放 白天一定有很多的人事物 来搅扰我们 叫我们受搅扰 让我们受苦 让我们受这个 受那个 有一个年长的师母说 你只要这个受还在的话 表示我们没有死 你会受苦 你会受试探 你会受搅扰 你会受激动 你会受这个 会受那个 因为人还没死 一个死掉的人 试探对他没用 死掉的人不太痛苦 死掉的人不太受搅扰 所以基督呼召我们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 这是一个哭哭啼啼 神要把我命都拨了一样 要这个要那个 神其实是为了爱我们 为了救我们 让我脱离我这个 真正痛苦的主因 让我不能成长 不能喜乐 不能讨神喜悦的主因 就是我自己 舍己 天天背起自己的 实际家来跟从他 就是保罗说的 我只有一件事 我就是一直要得到基督 第四个 彼得的榜样 刚才说过 从此有很多人退去了 因为他们在乎 看得见 摸得着 是当下的 可以享受的 可以感受的 可以带来满足的 这样子的例子 其实圣经里面非常多 你看迪玛贪爱现今的世代 原来跟保罗跟了这么久 到了最后 保罗要快上断头台前 写提摩泰的时候 迪玛贪爱现今的世代 到贴上罗尼加去 以扫 圣经上说 他是一个skillful hunter 非常会打猎 他这个 我以为是传福音 弄这个船 整个人生 就像圣经上说 他喜欢到田野去 一个open field 在他眼前 随他打猎 而且他是一个skillful hunter 非常像海明威 他打这个得这个 打那个得那个 那把枪在他手上 不知道掳掠了多少东西 墙壁上挂了多少他的猎物 到最后用同样的来骨枪 把自己生命结束了 一个skillful hunter 他在那里打他打 得很多野味 享受很多竞争的快乐 圣经上说 他那天回来的时候 累昏了 就为了一碗红豆汤 卖了他长者的名分 圣经上说 他就轻看了神 给他的这些 这些的祝福 弟兄姊妹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然后来懊悔 哀哭 切齿 得不到门路 因为 祝福已经归给雅各 弟兄姊妹 我讲这些话 我再说 听起来不舒服 但是很重要 因为这是圣经 神 这么多经文 我摆在你们面前 我希望我们都一起 在主的面前 被主释放出来 所以当 从那天开始 有许多人都退去了 耶稣接着问他们 一个问题 你们也要去吗 彼得又回答了一个 outstanding answer 除了那天 马太福音十六章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被神夸奖 他现在在这里说 主啊 在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不跟从你 跟从谁 而选择 继续跟随主 所以耶稣的这个问题 你们也要去吗 其实也是一个淘汰 你要走吗 走 我不强迫你 要不要走 所以古代的修道院 都是你进去地把你封死了 不准你出来 管得盐都不得了 东西全部收起来 让你出不了门 只有一个特别的修道院 他一进去的时候 大门上面就换了一个大牌子 他说 any time 你想离开就离开 从来不强留在这里 你真正爱耶稣 你真正渴慕 你就留 不然你就走 今天耶稣也在呼召我们 但是他不强迫我们 若有人要跟从我 我们一起来唱 我舍一切而要耶稣 我们先唱前两节 好不好 我们从心里面唱给主听 我舍一切而要耶稣 耶稣满足我全心 耶稣和德 我一羡慕 使我平安 并欢喜 阿地空满 我不能厌 但这风满 我知道 阿地之间 这是盼天 而这盼天 我尝到 我舍一切而要耶稣 有了耶稣 我心愿 我心愿 得着一切 认识不住 得着耶稣 就有余 阿地空满 我不能厌 但这风满 我知道 阿地之间 真是满天 而这甘甜 我尝到 当然有些人戴的口罩 我看不到 这个副歌说 他的丰满 我不能厌 但这丰满 我尝到 然后他说 他的自己 真是甘甜 而这甘甜 我尝到 我看没戴口罩的 真正戴着这种 很甜的味道的人 不多 所以要来就来真的 我说过 以前在洛杉矶 有一个老弟兄 起来做见证 讲到主的爱 多么甘甜的时候 他都忍不住 咽个口水 继续讲 我不用你咽口水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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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那么享受 那么单纯的表达 他心里的喜乐 在我们继续唱 来真的 用心灵和诚实 唱以前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中间 不晓得有没有福音朋友 你还没有信耶稣 我不晓得你人生的目标 是什么 还是随从今世的潮流 跟朋友的攀比 一战有一战的目标 但是耶稣来 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他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 永恒荣耀的未来 他更希望我们的罪 得到赦免 让我们可以接受 他伟大的生命 做我的生命 这个不一样的生命 带领我们过不一样的生活 让我们走不一样的道路 有不一样的目标和价值 我不晓得有没有福音朋友 今天你难得来 或是从来还没有表示 说我愿意信 你不是在我面前 你在主的面前说 耶稣 我愿意认识你 我也愿意认识这些基督徒 所告诉我的 这位人类的救主 如果有的话 请你在位置上举起来 好不好 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 感谢主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你要对你自己的人生 be true 我希望我们过不一样的生活 耶稣说 我来叫人得生命 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 最后再问一次 还有没有这样子人 请你把手举起来 还有没有 没有呢 我们站起来唱三四两节 世界随道 我心谁笑 大着男士 笑着父 我愿意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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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甘甜 我愿意认识你 我不能言 但这空谈 我知道 阿弟之间 真是甘甜 而这甘甜 我尝到 阿们 我们再有一些的祷告 有几位用很简短的话 来带着大家祷告 我们一起来归向耶稣 我们就是要得着耶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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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主啊 你现在来光照我们 主啊如果你心里面还有出你以外 还有其他什么贪恋的 主啊你来显明 主啊 我们就为你来丢弃 主啊 我们来欢欢喜喜 来得你这个宝贝 主啊 我们望主我们也在接就来 主啊 主啊 带来了 主啊 我们每一次在问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能回答说 是的 主啊 你是我一生所要的 主啊 你是我一生所要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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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一世一世 主啊都会胖到你 天恩知识未知到永远 又永远良良来感受你 在我的身体里 主啊在我们一辈子的路上 常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 把我们从一些偏差的脚步里面拯救回来 主啊当你问我们你们要什么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甘心地说 我已拣选主耶稣 主啊唯有耶稣 永是耶稣 主啊让我们这一生踏定你的道路 都能够说有你够了 我们不跟从你 要跟从谁呢 主啊今天早晨你在用你那最新鲜 而且不改变的爱 再来浇灌在你儿女们的里面 让我们因着你的吸引 我们都起来快跑跟随你 主啊让我们这一生 能够走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 我们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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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